隆重邀请李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好吧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版的浓晒 我现在目前装的是3.12的 它应该是比较新的了 比较新的就当了 3.12.1吧 我这大概是合成到最新吧 这就是一个浓晒晒的桌面的一个样子 它这个叫做全球预览图 它可以打开就是显示出所有它能打开的程序 你可以进行方便的进行切换 只要把鼠标挪到这个左上角 然后这边的区域叫做一个快捷工具栏 就是说你想快速的启动软件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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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想浓览所有的程序的话就在这儿 就是说它会搜的这样 就是说大家 就是所有的应用程序吧 这是一个大概一共产党的一个浓晒 然后 这个 这个 menu的话 这是它最新的就是说 在那一二匹也录的一个特性 它之前的话就是说 各个就是WiFi还有声音的话 都是独立的 它上面都是独立的指标 没有融合在一起 在3.12的话它都放在一起了 就是说 就说这一个下辣的一个 menu 就进度更高一些 比如说你WiFi的话 如果你选择 之前的话 基本上会 在 列出所有就是可用的WiFi的列表 都在这列出 但现在的话就是说 它只是说你选择它网络 你自己 就当初出一个对方方 然后包括一些耳耳的设置 它还增加了一些location的功能 用户的就是说 登录登出 声音 然后这个是就是 Cru Center 它的一个配置界别 然后关机手屏 大概可能是这样 其实用户的就是非常简单 非常易用 就是大家 大概我感觉就是熟悉的一两台的话 就用户的应该会很顺手吧 然后我咱们再来说 好 这是我之前那个 访队神赞助的去年 Glomation 去年是在收尾 然后我就随便讲点吧 刚才Glomation 我已经介绍完了 就是说 大概就是说 它是一个窗户管理器 你可以方便的 打开你的应用程序 这个我们就做交货了 然后Glomation 它最强大的地方是 它有个强大的扩展机制 就是 结果大家现在瘦一下 看看什么效果 现在也就是说 你们所看见的就是 这个系统做面 我现在做的是 未经过任何定制的 通过查件的功能 它可以非常容易的 定制Glomation 它这尾端 专门着一个查件的 based tension 这样一个列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切换 应用程序切换 它把就是说 我那个 打开两个文件软软器 它会放到一个处理点 它就是说 Altive上面 还有个小 那个点 它会进行切换 但这种功能的话 有时候用起来 就是十分不方便 这是它最原始的设计 然后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把 这个 Altive 这个 查件给它启用 点差了 然后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就是不会 带安主排列了 这样的话 就是用起来 就是说 根据自己 使用习惯吧 然后的话 还有这个 就是说 应用程序manu 这个打开看一下成效 这个就是说 这个查件的话 就是用 传统的那种 插单件 就跟那个 Glomar 那种类似 安主分裂 比如说 上网的一些处件 然后一次办公的一些处件 然后 这个的话 就是说 它有这样的功能 就是说 你把鼠标往左側上来 一放 这个快捷功能就出来了 而不用就是说 最小化才才出来了 就是说 放到左上角 它才显着这个功能 就是这个产件是所有的 然后我比较喜欢这个产件 这个就是说 把世界给挪过来 我想把就是说 把视野都集中在这一个区域上 然后 这个的话也比较实用 就是说 在科学工具栏 如果你刚才 不启用的撒件的话 再一点的话 它会切换到就是 就是这种状况 会切换到已经打开 这个透明了 但是这个实力就有点问题 按说 启用的话 它刚才应该说 会开起一个新的状况 不会切换到就是 刚才打开的那种状况 然后这个MAT 应该可以找这是我写的 但是呢 我之前强试载是 3.10 3.8的版本 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现在它升到3.12了 我昨天调了调 但是失败了 一会儿我给大家 解释一下 就是想给我们代表他 其他的话 就是说 比较常用的一些插件的话 Monitor Sensor Monitor 这个套A 这就可以坚称 Mavory和CPU的使用率 这个我感觉 原来就是 也没有这些功能 然后这个感觉也不错 很多类似 你可以就是说 添加一些要做的事 然后做完后 就可以散掉就是 提醒你 有些什么事情需要做 然后还有一个其他的就是 这个这个可需要 它挖一口 我提到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 开源的一个那个 磁点 磁点工具 然后你会看到 就是说 它这个工具的话 它应该有一个图标 但是现在这个图标 它在下面 就是这个 不合咱们这个传统中的习惯 我更希望它在这个角上 能复现 那么的话 把这个插件 打开 它就上了 就是可以在这儿隐藏显示 这样插件更方便一些 嗯 然后这个是我 大概昨天做的一个 小DEMO 对的插件 对 这个一会咱们再 做试试就行 这是我就是常用的一些插件 我在这儿 大概给大家讲了一下 如果你想要我了解更多的插件的话 到这个网站上 它也是 它是按流行度 来排序的 就是说 这个流行度的一个排序 就是说 最上面是使用的人 最多的一些插件 插件 插件安装起来也非常容易 点进去 然后点上 这插件就会自动 装到你的电脑上了 这个就是放一个 就是说 你一个快速的一个 游览文件的一个 就是说 位置的一个地方 那网站是位置的 一个地方 那网站是位置的 这儿已经过来了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它比如说 它打开 倒数你的推荐 当漏洞 它就是说 所以呢 就是说 你可以就是说 不断的 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找一些插件 或者 根据自己的兴趣 来尝试一些插件 有些是很酷的 有好多是 比如说 做的很不错的 然后 咱们 这个刚才我介绍过了 一些常用的一些插件 看这个 然后 就说 大概就是说 你们以为就是说 写一个插件会好好装长时间 就是说 给它做一个互件功能 你想就是说 我开发一个插件 大概需要装长时间 一分钟 一分钟出锅了 一分钟出锅了 就做这一个 OK 就一条命令 大家都能看见 是吧 它有一个强大的工具 可能是爱 大家看看它有什么功能 它可以就是说 您可以禁用某个扩展 或者是启用某个扩展 你可以保 然后 来 这个 我要给大家验试 它可以创建某个扩展 然后 它就是需要一个名字 这才能叫什么名字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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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吧 这边查吧 然后你给产件有个描述 就是产件干嘛用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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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 你这个ID就是重复的话 它就没法区别说 哪个插件是哪个插件 就是分不开了 它是靠这个ID来分的 它有一个命令规则 一般的话就是说 你前面是个插件名字 然后 IT一个 就是说 你后面是一个 你邮箱的一个地址 一般就是 就是 就是说 嗯 Demo 然后 然后 后面就可以加我的email 就是说 OK 这插件是重复的 然后它会自动就是说 选择一个默认的一个编辑器 来打开就是说 它 嗯 它限分厚的 这个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然后 看看怎么启用的插件 插件 插件的工作已经 已经充电完了 然后 在这里的话 可能 需要重启一下 在 预行命令上 预行R 它会restart的工作室 它就会重新漏出一些 新的插件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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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不是吧? 不是吧? 来,我讲是吧? 我看看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他那个,这个在去 他那个扩展工具的,好像一直在开的 对,对吧? 嗯 我后面加一个扩展工具抗的后面,然后给他挤了 对 大家发现吗? 这上面有个这样的小区 是吧? 然后,我点一下 这是一个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一个扩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他到底做了什么 到底做了些什么 嗯,他在,所有的查件,就是说你安装的查件 他会放在这个幕下 点local 点local shave 可能,可能,可能shave extensions 这是,我安装的所有的查件都在这个幕下 然后,其实为了方便的话,我就是给他link,link到公布的站 我直接站住 嗯,刚才的话,咱们做的查件叫 DEMO 是吧? 刚才是起了这样的文字 就是,他会用你的ID来密文人员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ID重复的话 他都会放到密文人员,这会有些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默认为创建了三个文页 嗯 嗯 嗯 这个都是Jarscript 我不知道在这里,各位以朋友就是喜欢这个 这个,非常简单一个交文员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戴上 就跟电网页差不多 咱先看看这几文贷都干嘛 先看这个 这个就能定义,那个Hallover的那个,显示那个Label的大小和样式 咱们,我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啊 比如说,改个颜色 这是RGB吧,色颜色嘛,对吧 嗯 那,也说,现在背景色应该变了 背景色应该不是那个 这应该是黑色的,对吧 这个 然后大小啊,改成 50 然后,我看看啊 你看这个 这遇见了吧 半个就这样 嗯 是怎么开 Bridge 那这两个都给下去 嗯 嗯 这个有问题 大家可以知道吗 这个背景色变了 然后字的颜色变了 大调变了 所以就是说你改它的 就是说定制它这个界面的钥匙 就非常简单 就跟写的网页是比较简单的 不是很复杂 任何人感觉就是说 你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都能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然后它还有一个Metri-JC 这个的话就是说 定于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设置吧 就是这个场景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它用于哪个老板的 可能是3.12 如果想支持3.8的话 你可以加上3.8和3.10 都可以 然后它有内部UID 这是它的唯一UID 然后内部和描述 这个文件就非常简单 一般在你生成之后的话 也不用改 然后需要改的话就是它 大家走点代码的基础吧 这个enable的话 就是说彩电汇 就是说当你启用的时候 它会叫做内函数 但是内函数它做了些什么事呢 它就是说 在这个panel 上面叫panel panel的 右边这个盒子 右边这个bounce 右边这个bounce 然后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它的一个牌子网上 叫bottom 就是说插入那样一个bottom 当你给它进用的话 它就把这bottom人用掉 就是说 在启用进用的时候 它就滑通就没了 然后的话 你在enable的时候的话 它会自动调用那个enit这个码数 enit的话 它这个也非常简单 在看6一个st的一个bin 就是说它是 插入一个bottom 就是说 新创建一个bottom这样的一个类型 然后它可以指定一些 这些参数管 但是这些现在 没什么太大影响 然后 插完那个bottom之后的话 然后它就插入了一个icon 就是小图标 icon icon的话我用system run的那个 就是说符号 就是系统 设置工具的那个小图标 它有个名字的那小图标 就叫这个名字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我把这个图标 放到这个bottom里 然后再把bottom bottom和那个 你点鼠标的话 它会发生一个失件 一点鼠标的话 它会掉用那个 socrawlow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有个回调函数的时候 它就说 把这个函数和这个失件 连在一块 当你碰下鼠标左键的话 它就会 把它显示掉用这个socrawlow的函数 然后这函数是做了什么呢 它就说你有一个label 新创建了一个就是说标签 标签上就是说 标签的类似 Crawlow World Label Crawlow World Label 刚从我们在看那个 CSS那个 就是文件的时候 它有这样一个关键字 它会匹配那个 配置文件里面的这个关键字 来找一些就是说 显示的背景颜色 大小吧 然后 显示的文本 叫Crawlow World 这个文本 可以随便看 就可以让它 显示其他的文字 这个啊 这个都可以跳过了 然后可能 把它设置了一下 就是说 显示文本的位置了 它那是取中间嘛 Monitor的宽度取一半 对吧 然后Monitor的就是 监视器的高度取一半 然后显示的位置 大概是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 大家都能理解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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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是加速的 加速的 你现在的话就是说 你记得很非常 嗯 改代码的话 也非常容易了 是吧 然后让你保存一下 然后 再点一下 啊 这就变了 然后的话 看看我之前写的那个插件 看下我之前写的那个插件 大家有使用这个 还没有TTT这个 骂他这位 邮件客户端吗 没有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这个好像有点粗 因为这个系统是人家高的 这就是一个在什么界变的 就是文本界变的一个有点合格 非常强 感觉你的肺脚也降落 我就说了 然后他这口感有问题 就是说有信用键的话 他就是说没有一个通知机制 我这个查验的话就是说在这上面 做个小指标 会显示个邮件显示的数量 大家有多少个系统件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我这个 查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说您可以设置一下 比如说邮件的入境 我们的就是说 Gnome用户属的话 Gnome CNN 就是在这个户属下 然后大概没有邮件就是系统的 这个有个12个邮件就是12 然后上面小图标的话 就是说新来邮件是这个图标 如果没有邮件的话 会变成这种 就是说都是零了 都没有邮件 接下来就是比较逗合的事 这小件磨过来 现在在3.12还用不了 中央调了一会儿没调出来 它3.12的话它有些变动 我可以大家受下 如果有谁就说有谁同样的技巧 大家可以就说帮我改一下 设计员都在这儿他们做过 老外他们都在 老婆 没有 不在游屋里 不在游屋里 他是这样的 他就是说 现在的话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他3.12到3.10的话 他这个接口老变 我这是有个 我刚才那个插件的话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link 我是从那个 本来get 就是我这个功能下 可能我晒了这个量去的 然后我昨天把可能晒了代码下来了 然后我专门得说 他这个到底是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需要改的话就是这个文件 我先恢复一下 我先恢复一下 我那有问题的 我先恢复一下 改过的话应该是没用的 诶 是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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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尴尬 切靠 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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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个 这个 一个点 一个点 对 切靠这个地方 后面上的朋友们 就是所有的文件都 嗯 切靠刚刚点 这个 就是你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OK 然后啊 咱们把这卡尖 现在 就是 随便 就是告诉大家一些 小事的方法 嗯 嗯 啊 需要在命令行上运行了 因为你想输出一些东西吗 对吧 很多食材 东西 类似 嗯 很智能 这个 还能保持下来 啊 啊 这时候刚才运行后 他有些日子 就是现在在那儿鸭啊 很多问题 他都没费个锁 但是这就是 对象他在运行了 他这些 什么蓝牙错的话 这些都应该需要费锁 都应该爆出光的 嗯 然后咱们看上边 嗯 嗯 有刚才那个 有网子的材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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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材料吗 这样我们在那儿鸭一下 因为他露的时候 他会爆出一些错误 所以我们把它尝一下 先看掉下 这个没有 然后我再弄一遍 那个刚才浴情那个进程 因为这样就能打出响一颗日志 对 但是我现在想输出一些日志 看出来的 因为这样的话就能打出响一颗日志 对 对 但是我现在想输出一些日志 看出来的 对 现在是我刚才浴情的这个 然后后面的话它自动就去冲 对吧 这个自动就释放开了 然后咱们回来再把材料再 看出来 然后我们把材料 昨天是能启用的 他今天是说它用 启用启用不了 对 这一刻 所以 那个 对 要是 你 那是 有 那是 有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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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小二 二十多 在那樣 乾杯 我 这个新方的是不是 现在是不来的 那都可以看一下 这都能够吃 看来就是对上去的吧 这个就是他露了 我那个查点 因为他这种名字 刮到那边给点儿 然后他提示你什么错误就是 vasing 就是缺了一个文件 就是说这个的话 就是说 用这种方式的话 就能很方便地查看这些事 可以一步步来调试 这个调试的话 啊 回到这些 哎 为什么是空的 我这个 我这个 有什么问题 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是吧 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我那拆盖子怎么都没了呢 我那拆盖子怎么都没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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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如果能帮上网络的话就好了 大家心里看一下大概就是说 它会就是说出现中的问题 大概是整个调理解决方式 如果感兴趣的话 谁都可以来讲 这个代码是按这个FateHub 好 这个调试太麻烦了 嗯 差不多是成长的 对 差不多 可以看区民进行的 好 那我再来调试能够可以吧 好 可以 好 我怕呀真的完了 那大家不快走 好 站出来谁都不许出的 哈哈哈哈 哎 先调出来我又讲你啊 各人讲你 好 那大家既然没什么意见的话 我带教室一会儿 十分钟咱加十分钟 我今天十分钟讲不出 然后现在默认 我这产阵是什么被装上了 因为刚才我是刚开起来 然后如果我废毁的话 应该以后我这帽子已经在这可以暗了 终于可以暗了 这个正能换天 暗了之后的话 咱就可以看漏了 在这边啊 我看 重新一下 再来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他这个每一次版本升级的话 他基本都有问题 好多查件基本都用不了 所以现在可能算是最大的问题 他也就是说 让人就是 抱怨就是非常多 就是因为就是说 他每次升级的话 原来的 就是说 就说了 所以他们自己卸了一套 他为什么要这样 嗯 他为什么要这样 你说DP呢 不是 我说 他为什么不就是 那些人 这不是很老残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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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好说 这个还是 我感觉还是这帮开发者吧 他们就是说 跟自己的意愿 就是说 他们感觉就是说 当然 他每次感应 都是有一些 就是优化也好 或是简化也好 他都有一定的作用 要不他不会 肯定不会改的 他都是为了一定的目的 比如说 我昨天发现 就是他得有一个改成这个 嗯 看一下 看一下刚才 嗯 咱们错了 错了在那 大家看到有个 有这样模的 是吧 啊 啊 叫 System Static 没有定义 之前的话 在3.8 3.10的话 他说 这个是有这个就是说 系统状态图标的那个小按钮 是有定义的 现在希望没有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代码 你这样会成很多工作呀 啊 你说的这个你好 一会儿跟你们说啊 哈哈哈 咱们刚才创建的 刚才我不知道你注意们 这个 留意们 刚才创建的卡洛尔的 卡洛尔的话 卡洛尔的这个 演示的话 你看他会先 扭一个button 再扭一个图标 然后把图标再放到 button里 然后再显示出来 这进步了几步 大概四五步 但是我一会儿 如果只用那个System Static button一步 就能出现这个图标了 所以那个就是 它是一个封装 现在这个封装 它变名字了 就是没有 没有啊 没有刚才那个 说这个可不可 这个 它有 但是你这样的话 看 假设你写了两个extension 的话 那你都用这个图标 那你就搞不清楚 所以说你最好还是要 每次都自己用 用一个图标 对不对 对 你可以换嘛 那可以换 那就是说 图标名字你改变情况 我就说你换了之后 他应该就不会爆那个 System button有错 不是 他就是说 这个System button的话 他这个 没有定义的话 是这个类型 已经不存在了 然后我大家收下 可能是这样的代码 是吧 他每次这种删掉的东西 他会在文档里有描述吗 他说实在的 我在Google搜索了下 也没有发现 但是 有一点 有一地方可以发现 因为那个iOS里面如果 这个地方可以发现 哦 所以 哇 哇 然后你收下 这个东西做 哇 然后你看这句话 哇 哇 哇 就是说 我们会代替这个 系统 这种 叫一个 System indicator 感觉 叫做indicator 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3.12的话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操作 他把所有的图标 都放到他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呢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我 改好的查件的话 就是我那个MAT 那个indicator的查件的话 他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显示 嗯 因为就是他 就是说 曾经进入了一下整合 所以他来改动都是有原因的 关键是官方也没有提供那个API的签议文档 对 啊 没有 而且 啊 啊 这个没办法 这个 iOS里面 如果你API删掉的话 就是他会写一下在哪个版本 就说被删掉了 就像iOS 是这样 或者如果你像这个share里面 如果 这个就对 删掉不说 那问题就是自己 对 当然组织人太大了 对 对 大家就跟不上 因为我们之前就礼拜五做了Trending 嘛 可能那个DalkMentation 他就是说我们相关的文档一些工具 但是估计那个人员力量 包括就是说 因为写文档那边人 他们也不会懂太多的就是说 相关技术相关那些东西 我参加的文档 他说那个DalkMentation 他们说技术性 像那种技术库的 都是由开发人员的写 是吗 对 他们可能DalkMentation Team 都是写一些其他的帮助 在这种 这种文档的话 他们肯定是写不了 只有开发人员的写 所以嘛 这帮开发者们 就能为了这些说 好吗 他里面没有那个像Dalkshin 这种 就是说自动的 注释 那如果说我这个API 跟这个类型删掉的话 他应该就每次Dalkshin 生成的时候 他应该会实现 但是的话咱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文件的话 主要是开了一个叫 开了一个叫 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 到现场的话 快回来 然后咱看看有什么注释 看看注释加什么 到这有笔系 是吧 这个 改成一个GETER了 然后他注释的话 之前是这个 然后改成新的 然后 我昨天晚上我显示他 改成新的GETER 但是直接改完是不握的 另外的话就是说 他是怎么 有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类型去看 他这不说了吗 因为他那个界变的变化了 现在就是说 所有的就是说 声音都在这一个 才点像 最开始的话 是各自分家 各自为政那种 没有统一的管理 现在就是说 都统一到一个 集成那个区域了 看起来就是 在设计者上 他们来说就是说 那么开了一个 感觉这个是更好的 这是学微软 学微软 是吗 微软一样 在一个统一的界面上 管理各个应用的生意 我不知道 没用啊 没用 没用 这核快没用 那他细配文化比赛 嗯 他前一个版本 是用的 对对对 他之前的话 啊 升到3.8那时候 也告诉大家的问题 好多人就是说 都抱怨 这些问题 这个产队的话 包括就是 这个产队的话 刚才我给你们 售网站的 刚才我给你们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这 啊 啊 排名靠前的 十几个二十 二十几个在最新的话 竟不能用 但是有一些 他就是说 往后看看 他就会告诉你 就是有些评论的话 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说 在更多3.2 他就会写一条评论 说更多3.2 运行crash 运行失败 都可以在这上 进行反馈 我之前的话就是说 也碰到就是说 在3.8的时候 也有个有差点问题 然后我写了一条评论 然后他们也对付了 就是说 有任何问题 大家不可以到 到队上来摆 高级黑 有些每天这儿还是挺活跃的 就是说 他会 他会按照 你可能是要 在版本的更新 他会断的更新 你像排名靠前的话 就是说 就是因为他比较快 所以就是说 大家都可以用 所以他排名就比较快 排名靠前的那几个 可以用的那几个 你可以参考一下 他这个是怎么写的 我知道 你这种方法很好 这种方法是说 咱们的那几个 就是说 开发者最好的一个师傅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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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爱是写的这个差点的话 我也是参考了一些 就是说 就是Wizer 就是他一个天气的一个差点 就是再给你们说 他有没有 Wizer 还是OpenWizer 我也是参考一个 就是说 他 一帮 做那个天气的一个差点 的一个 因为天下 因为不是所有牌照都有图标的 你像那个 积换那个 奥泰克 这个不需要图标 所以就没有参考价值 对你来说 我需要的是说 因为我想 在什么方向图标 在这个图度 图度的话 就可以有参考价值 但是他的实现方法 把左下方简单的看了一下 他这也是 显出了点击 button 他的没用那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可以研究一下 所以这代码就是非常简单 大家感兴趣都可以看一下 用开源的好处就是说 任何一样东西已经改了 都能把代码 对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那个 enable的时候 他会加上一个 新的 to do text manager 他这个manager 做了什么东西呢 他这样进行原型 他原型 他是基于 pinal button 就是说 他不是用的system status button 他是用了一个 比system status 比那个状态 按钮更低级的一个 button 最原始的那个 button 没有图标 button 他俩那个 button 上他归了一个 label 归了一个这样的 一个方块号的 一个2 他又加了一个这样的 一个 label 所以他不是用的indicator 他没有集成他那里 他没有到那个 但是那个hallowware的 也不是那个 提上的一个新的 对对对 因为hallowware的 它也是 也是新建一个 挖探的文件 然后放个图标 这样做是可以的 就是说 无非就是做的工程量大一下 如果你能用它 就是说封窗好的 一些东西的话 就是说代码 供贴一些 OK 就这样了 香港人 就是做之一 是 有人